《南家豪宅區坍塌減緩 災民有望獲1萬美元不住》 3V11連環搶劫案有進展 父母帶孩子自首 美國打擊暴力極端犯罪組織 洛杉磯42人被捕 視頻有沒有過期 加州立法統一校期標籤格式 歡迎收看今日加州 首先我們來關注 因為地塊滑動 南加州沿海城市 蘭橋帕洛斯維迪斯 仍然有不少居民 處於煤電 煤天然氣可以用的困境 週二 有地質學家指出 地塊滑動的速度減緩 為居民帶來一絲希望 南加州沿海城市Ranchopels Verdes 地塊滑動還在持續 不過好消息是 滑動速度從每週13英寸 減緩至每週8英寸 為了進一步減緩地塊滑動 師傅設置了六口脫水井 每分鐘從地下抽出六百加侖的水 這就是第一週一看來看 所以在這個圖案上的圖案上 都在綠色上變成綠色 意味著是完全滑動的 然而雨季即將來臨 大規模降雨恐怕會再次讓情況惡化 在週二晚舉行的市議會上 市府人員提到了其他抽水措施 例如填補裂 防止雨水滲透等 市府說 這些計劃將產生額外開支 雖然他們不斷向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申請補助 但很有可能被拒絕 我們曾經說 因為 大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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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前往的陸大陸大陸 意味著 它已經有年來的圖案 而它在美国和加州的調查 和加州的調查的圖案上 它並不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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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市議會同意批准一項緊急財政援助計畫 受地塊滑動影響的屋主 每人最多可獲得1萬美元的補助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張柏原綜合報導 最近發生在洛杉磯的7-11青少年搶劫案 部分家長通過警方公布的視頻 認出了自己的孩子交給警局 預計會有更多青少年嫌犯被捕 從7月12日到9月20日之間 洛杉磯有10家71便利店被搶 搶案高達14起 洛杉磯警局指出 犯罪團夥都是在晚上騎車來到商店偷竊 破壞東西 調查人員表示 這一系列搶劫案 與一個特定團夥有關 並且有13起搶劫案都發生在週五晚上 根據報導 洛杉磯警察局助理局長 布萊克州週二表示 自從公布案發視頻後 收到大量舉報 逮捕了不少嫌犯 甚至有家長在視頻中認出了自己的孩子 在9月26日把孩子交給警方 隨後在9月28日和29日 也有另外兩位家長同樣把孩子帶進警局自首 助理局長表示 隨著匿名舉報增加和警方的調查 預計會有更多人被捕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劉佳佳綜合報導 美國司法部聯手南加執法部門 針對新納粹、白人至上主義暴力極端組織 展開了世上最大規模的打擊活動 共有42人被抓 68人面臨重罪指控 來看近日的報導 販毒、金融詐騙、非法持槍、幫派犯罪 所有這些罪行組合到一起讓人膽寒 周三上午 美國司法部宣布逮捕了42名嫌犯 涉嫌以上全部罪行 這些嫌犯來自一個名為 啄木鳥幫的幫派組織 聯邦部門稱他們為新納粹暴力極端組織 這些成員聞著代表納粹等意識形態的文身 並在網上發布有關仇恨犯罪的文字 检察官指出 這些罪犯也涉及販毒等犯罪活動 還專門開設假戒毒中心 撰寫虛假文件為幫派成員脫罪 並詐騙醫療保險 截止目前已有68名嫌犯被起訴 其中42人被捕26人再逃 聯邦陪審團已經提出76項指控 所有被告在定罪前都會被假定無罪 更多案件細節仍有待調查 新導人電視臺記者李佳音、林永峰 洛杉磯財網報導 走進超市 食品校旗標籤的用詞至少有50種 讓消費者眼花撩亂 近期加州立法規定 這類標籤必須統一 從牛奶、雞蛋到麵包 不同食品上的日期標籤 並非都能讓人一目了然 上週末 加州州長紐森簽署通過全美 第一個食品日期標籤改革法案AB660 AB660法案要求2026年7月1日起 所有食品製造商必須統一使用 同樣的產品校期詞彙 如果要表達產品合適使用品質最高 必須寫Best if used by 此日期前使用最佳 如果要表達合適使用品質最安全 就要寫Use by 此日期前使用 常見的Sale by 此日期前出售標籤 也將被禁用 減少混淆消費者的可能性 根據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 受到這類標籤影響 全國有近20%的食物浪費 而單單在加州 每年就有約600萬噸還可以吃的食物被丟棄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郭約希總和報導 出行遊玩免不了要租車 但是網絡安全專家提醒 把手機連線到租賃汽車上 可能會暴露大量敏感訊息 像是聯繫人列表 短信 密碼等等 帶您了解 近期 有約30萬名Avis租車服務的用戶 被泄露了敏感信息 引發公眾對租車安全風險的重視 調查顯示 有57%的租車用戶 會把手機與租賃車輛同步 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 會在還車前刪除自己的個人信息 網絡安全專家說 這種看似無害的行為 可能會暴露租車人的大量敏感信息 像是聯絡人列表 短信 密碼 GPS數據以及醫療和財務信息等 歹徒會通過這些信息 識別租車人的身份以及長去的地點等 從而進行犯罪 對此 租車業者Avis和Enterprise指出 他們的隱私權政策已經顯明 租車人要在還車前刪除所有信息 業者對車輛中留下的任何數據 不承擔責任 專家認為 租車公司應該採取其他方式 像是安裝自動刪除同步資料的系統 或是指導客戶如何刪除數據 來保障客戶權益 針對租車顧客 專家建議不要把手機連線汽車 或者是在退租時要記得中斷手機連線 清除導航記錄 並重置資訊娛樂系統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劉佳佳綜合報導 目前 舊金山市長的選舉共有13位候選人 其中 華裔候選人李艾成表示 舊金山目前面臨諸多問題 他希望能夠創建沒有毒品的城市 舊金山市長的競選異常激烈 華裔參選人李艾成表示 自己長期居住在舊金山市 認為這個城市目前主要面臨幾大問題 從2017年起 李艾成帶領居民反對大麻合法化 他說 如果當選市長 會改變城市的毒品問題 精通粵語 普通話和英語的李艾成 祖籍是中國廣東 在高中時移民舊金山 他用十年時間考取三個大學學位並獲得公職 他任職行為健康治療師至今 已經為社區服務二十多年 因為我明白我們移民的需要 社會的需要 還有怎麼樣保護孩子 不要給他們變男變女變男來改變我們的孩子 一個移民 一個媽媽 一個公務員 已經在改變很多政策的時候 我就是你最好的領導員帶領我們三番四來改變 新唐人電視臺曲金山記者站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日前 湖南邵陽市公安局發生槍擊事件 公安局局長李長月在國殤日升旗時 被下屬段鵬槍殺 段鵬隨後自殺 據東方消息披露 邵陽市公安局 舉行十一國殤日升旗儀式時 公安局長李長月遭槍擊 導致重傷送院 據知情人披露 槍手時少陽公安局特警二大隊副大隊長段鵬 向局長看了兩槍 隨後看槍自殺 截止10月3日 當地熱媒通報這一事件 而陸媒吹捧段鵬個人的有關報導已經全網下架 對此 X平台網民稱之為國殤縣裡大片 槍口終於對準了方向 個人估計是工作升遷導致的 據說中共警察都是槍彈嚴格分離 除了重要活動 極少配槍配彈 算它倒楣 也有分析說 斷鵬一定是遭遇了嚴重的不公 所以要一命長命 我認為川普選擇11時間殺人應該是經過一定的策劃和 中共每晚11的時候各地都進入維穩的一種狀態 這個時機點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時機點 他們內部發生這樣的一種案件的話 它是能夠引起巨大的這個轟動性的這個社會效應 排除它 通過這樣的一種方式引起整個社會就來關注 讓大家去尋求探求它為什麼要殺人 劉澳反共網紅影科引述少陽體制內消息披露 斷鵬槍殺局長的原因是長期受打壓 升遷機會被擠站等 資料顯示 新年52歲李長月是少陽市副市長 市公安局黨委書記 局長 新年37歲斷鵬是特警二大隊副大隊長 新唐智利時臺記者李韻王彥喬參考報導 週三 紐約市王后區的紐約州高等法院法官獲得宣布 判處殺害紐約知名律師 民運領袖李靖靖的兇手張曉寧 25年到終身監禁 張曉寧的行為震驚華人社會 也發廣泛關注 我現在的所在地是紐約市高等刑事法院 這裡也是最終判決張曉寧的法院所在地 法官獲得宣讀判決 張曉寧因二級謀殺罪被判處25年至終身監禁 令因非法持有武器等其他罪名被判處額外刑期 案件持續兩年多 最終今天做出判決 李靖靖的親友和民運人士都出席了週三的宣判 2022年3月 張曉寧刺殺紐約知名的華人律師李靖靖 李靖靖曾經參與中國六四的學運 並在紐約擔任律師多年 凶殺案發後 控辨雙方一直圍繞在張曉寧是否有精神病 但這一說法並未獲陪審團接受 李靖靖身中四刀身亡 行凶前 張曉寧甚至逃出中共國籍 引發外界對此案為政治謀殺的質疑 現在眾判張曉寧 如果他在監獄裏呢 我希望在這個監獄裏他能真心的認識到 在共產黨的教育下 無論他是政治上的殺手 作為政治犧牲品還是他一般的這種刑事犯 極度自私 像講官說的 他如果真的能懺悔的話 我覺得對我們這個社會 對中國人的教育可以更大一些 王君濤強調 即使張曉寧不是政治殺手 這一案件也揭示中國年輕一代極端自私的行為模式 強調此類行為應受到嚴懲以確保社會安全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夏文月 陳盛旭 紐約採訪報導 下面來看今天的兩岸掃描 十一長假首日 內蒙古G6京藏高速公路上發生重大車禍 12輛車連環相撞 其中11輛車被燒毀 畫面顯示 現場火光沖天 黑煙滾滾 一些車輛被燒成了空殼 場面慘不忍睹 傷亡情況不明 10月1號凌晨到2號凌晨 一顆六萬年一遇的彗星橫掃北京上空引發熱議 彗星 民間稱之為掃把星 在古代的中西方都被視為是不祥之兆 很多民眾在社交媒體上評論說 中共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深重 彗星的出現對中共來說是不祥之兆 預示著中共氣數將近走向滅亡 中共竊取政權75週年之際 中國經濟嚴重惡化 社會民怨自起 無論底層百姓還是中產階層 都面臨著降薪 失業 生活質量下降和破產等威脅 近日哈佛大學教授馬丁懷特和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中心教授 《斯科特·羅澤爾》與中國學術界合作的研究報告顯示 中國民眾對發展前景越來越悲觀 與此同時 維權事件也在暴增 今年第二季度的抗議活動 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8% 颱風山土耳來襲 預計週四清晨至上午登陸台灣高雄 將帶來致災性強風和降雨 週三 全台縣市宣布3日停班停課 台北古會市也休市一天 此次颱風也將為中國福建等地帶來強降雨 福建也宣布多條航線停航 多個警區關閉 60歲的湖南省易陽市阮江市法輪功學員王清香 因不放棄對真、善、忍的信仰 今年9月5號被警察非法綁架 關進看守所 不到三周就被迫害致死 歡迎回來 中華民國113週年雙十國慶即將到來 本週六 加州台灣同鄉聯誼會 將在南加州華人區蒙特利公園市舉行升旗典禮 邀請各界共襄盛舉 為了慶祝中華民國113年雙十國慶 加州台灣同鄉聯誼會將於10月5日 在南加華人區蒙特利公園市舉行升旗典禮 除了往年備受矚目的和平哥和借售號飛機 會長楚景奇說這次還有台北、新北、桃園、台中、高雄和台南六都的旗子 讓鄉親們合照 另外在10月8日的落縣憲政委員會上 憲政委員蘇利斯也將提出動議 宣布今年10月10日為洛杉磯縣的中華民國國慶日 除景奇還計劃明年邀請台灣縣市首長道場共襄盛舉 並加入台灣美食和文化活動 讓典禮更加豐富 也希望趁這個機會能夠做個姐妹式 邀請我們到台灣去做一個商業上面的拓展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互動性的 本屆升旗典禮也準備了表演節目 伴手禮和抽獎 希望帶給海外僑胞一個精彩的國慶日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郭約希 李珍奇 洛杉磯採訪報導 歡迎回來 登月是人類幾代人的夢想 日前 歐洲航天局用900噸火山岩 打造出了一個高度仿真的登月訓練中心 讓宇航員們提前適應月球 想不想知道月球表面到底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天上的明月一直是人類想要探索的世界 自從阿姆斯特朗1969年登月 只有美國曾送12名宇航員探索月球 現在歐洲航天局在德國科隆打造了一個月球訓練中心 為幾年後可能的登月項目培養宇航員 這是世界上的最好的宇航運動 我們有每一項目的需要 去測試和準備我們自己的宇航 訓練中心使用900噸火山岩 打造月球的地表模擬景觀 除了空中漂浮的塵埃 地面堆積的岩石和昏暗的光線 訓練廳頂棚的設施 將宇航員對重力的感受 調整到類似月球表面的水平 我們必須準備在天上 因為現在我們只要飛到國際宇航運動 但接下來的任務會帶我們到天上 歐洲航天局計劃 宇航員在這裡不僅需要穿著笨重的太空服行走 還需要練習使用3D打印機 利用月球土壤建造庇護所 歐洲的登月宇航員訓練中心 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正在執行的阿爾特迷斯計劃的一部分 目標是在2026年9月 送4名宇航員抵達月球漫步 歐洲航天局正為阿爾特迷斯太空船打造服務艙 計劃到2030年完成3次飛行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仁浩綜合報導 感謝您收看近日加州 再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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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如果您看到我們的航空飛行 祝福有多久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